本节目已开通迷彩虎APP微信微博 尽请关注 大家好 欢迎收看第446期迷彩虎讲堂 我是你们的忠实战友虎牛杨阳 俗话说国之众奇不可视人 这句话并不是绝对的 当你弱小时 要保持神秘 以达到信息的非对称优势 而当你强大时 则可以适度公开 这也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威慑 最近央视四台走遍中国栏目 就史无前例的 亮相了一系列杀手剪装备 大型相控阵预警雷达 反影身雷达 机载相控阵雷达 一大批决定未来战争胜负的千里眼 亮相迎平 其中有一款舰载相控阵雷达 可以说是王牌中的王牌 这款雷达目前已经装配在 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 055型万吨级驱逐舰等一批新锐战舰上 取得远洋大海的制海权 是21世纪的中国必须要解决的战略课题 未来海上战场立体化趋势更加明显 水面舰艇极易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导弹来袭 所以舰队必须有一个铜枪铁壁般的保护伞 才能生存并战斗下去 中国距离今天最近的一场海上战役 当属1988年的南沙吃瓜娇海战 当时我国海军派出了由导弹驱逐舰 护卫舰登陆舰组成的特混舰队 在远离祖国大陆上千公里外的南海海域 执行特殊的军事任务 随时可能遭到地方的空舰导弹袭击 而当时这支舰队仅有的防空火力 是两枚红旗六腰进程防空导弹 更多的还是由人工操作的双37毫米高射炮 这么点防空火力别说拦截导弹 就是敌方战机过来丢航弹 我们都很难拦截 比起火力不足 当时海军舰艇最缺乏的还是性能可靠的预警雷达 而就在我们用高射炮打飞机的时候 美国海军却早已开始服役 装配有宙斯顿雷达系统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未比美军当时已经开始大量下饺子的阿利伯克级驱逐舰 中国海军则只有一款被称为炮舰的051型驱逐舰 无论是舰体布局 还是舰载雷达与5倍系统都已经严重落后于时代 现如今美军引以为傲的舰载宙斯顿系统 其实早已漏洞百出 解放军最近亮相了一款杀手舰武器 能在500公里开外击杀美国军舰 而且还能在中途变轨突防 不仅如此 在末端还能以超音速突防 美军智库评价这款中国导弹 是最接近完美的反舰杀手舰 微信搜索明彩虎回复应激一词 看中国海军星月杀手舰导弹的重磅内幕 杨氏亮相的新一代相控制雷达 属于第二代中华神盾 早在2004年7月 中国海军南海舰队就列装了第一艘 装备舰在相控制雷达的052C型导弹驱逐舰 170蓝州号 由于其出色的远程探测能力 外界将其预为中华神盾 但其实这部雷达有着 另一个非常好听的官方名称 海之星 如果说第一代中华神盾 解决了永无问题 那么第二代中华神盾 则意味着中国海军的全面超越 二代神盾创新性地采用了 液冷降温创制 所以取消了第一代神盾雷达上的 曲面防护罩 同时二代神盾的雷达正面天线尺寸 相比一代神盾要更大 同时加上TR雷达工艺的升级 所做出来的雷达组件也会越来越小 所以二代神盾的发射功率 探测精度 探测距离 都在成几何集体声 仅凭这些是够不上超越这个词的 二代神盾的真正厉害之处 在其装配的055星万吨级驱逐舰上 得以实现 二代神盾与一款X波段相控阵 预警雷达 直接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正是这套组合拳 使我国海军的主战装备水平 彻底反超的美军最先进的周斯顿系统 成为引领世界海军发展潮流的新标杆 055星驱逐舰 也成为了世界第一款装备双波段雷达的驱逐舰 目前世界上只有中美两国掌握这一技术 而做出双波段驱逐舰的只有中国 双波段雷达系统基于综合态势感知理念 可以将两款雷达的信息进行综合汇总 进而更加快速准确有效地判断目标的方位 航向速度等一系列重要数据 而这些就是抢占未来海战 制胜先机的关键所在 美军目前尚没有同类型军舰 其新一代的双波段驱逐舰还在图纸上 由于我国海军的航母数量仍然非常有限 水面舰艇在远洋大海直行作战任务时 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航空兵的伴随保障 所以水面舰艇必须要有足够强的维达系统 来支撑起区域防护的重任 同时也可以作为我航母舰队的护航巨舰 分担舰载机连队的防护压力 在中华神盾雷达的研制过程中 我国科研人员创造性地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世界难题 比如海面杂波问题的解决 美国用了两年 俄罗斯用了六年 而我们只用了六个月 美国中情局对此评价称 中华神盾雷达是中国真正自主创新研制的相控阵雷达 它的研制成功 标志着中国第一部舰带多功能相控阵雷达的研制 以达国际领先水平 现在垂直发射系统 与性能强大的相控阵雷达系统的整合 堪称中国海军技术装备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最后推荐一款好玩的战棋游戏 游戏中玩家将扮演一位指挥官 指挥部队与对手争夺资源 并且需要发展经济和工业 研究科技 攻占对方的领土 游戏画面精致 背景宏大 有八个帝国的战争剧本 和三十个真实的历史战役攻击选择 打开手机应用市场 搜索迷彩虎军事 下载我们的官方APP 在游戏中开启你的称霸之旅